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本期主持人 切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账号 Be the one of Ciel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e the one 上面会不定期更新一些我们的幕后花写 希望大家和我们多多讨论起来 好啊 我是李宗盛 为我们的新观众 再解释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每期节目都会有9道题 每道题都有10秒钟的答题时间 根据每道题的难易程度 会有不同的分数 玩家至少拿到400分 才可以和同样拿到400分的玩家 评分我们的奖金500欧元 我们本期的奖金是500欧元 我们会赠送大家4张道具卡 这4张道具卡有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可以帮您从4个选项中 排除掉两个错误选项 第二种类型可以让题的分数乘以3倍 第三种类型可以让题的分数乘以5倍 好啊 以上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一起倒数三个数 3 2 1 请听第一题 黑色星期五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A 打折购物日 B 亲子活动日 C 家庭团聚日 D 学校放假日 A 说到这个日子 我们女性同胞们可以说是非常激动和开心的日子 这是为什么女性朋友会特别高兴激动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打折购物日 A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女性同胞特别高兴激动了 因为我是只要看到打折是完全走不动路 是忍不住买买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天打折的力度可以说是做到最大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有多少观众答对了呢 有32%的观众答对了这道题 那看来大家是非常了解黑五这个购物节了 那大家会在这天会选择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我来说吧 我经常是在衣服鞋子这方面花费比较多 那你们是都在哪些地方花的比较多呢 好 希望大家可以评论告诉我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题 以下哪个购物平台会举行全场黑五的活动呢 A 淘宝 B 京东 C 亚马逊 D 当当网 好 我们先来仔细来看一下我们这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都是我们现在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个购物方式 叫线上购物 那当今这个购物平台这几个都是大家比较多去选择的一个购物平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C 亚马逊 像淘宝京东以及当当网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些购物平台 只有亚马逊是国外的一个购物平台 然后黑五来源也是国外 所以他这原因也是所以他会在亚马逊上面举行这个活动 我们中国就没有在举行这个活动 但我们中国的淘宝在双十一也会举行这样子的活动 而且力度真的非常的大 基本上我们全国人民都会在这一天疯狂的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有多少观众打对了呢 有30%的观众打对了 还是可以的 因为线上已经是 线上购物是可以24小时的 所以现在更多的人是愿意选择线上购物这种方式 那在实体店中店家会选择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促销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会选择在更早的时候开门 比如说是早上五六点钟他们就会开门 然后促销也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题 第三题 2018年的黑五是几号呢 A 11月23日 B 11月9日 C 11月6日 D 11月2日 今年的黑五到底是哪一天呢 如果大家要是有十足的把握吧 这道题不要忘了使用我们的道具卡 我们的道具卡大家还记得吗 有两种类型是可以让题的分数乘以三倍和五倍 这样更加有几率增大你们的得奖金的几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11月23日 黑五是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的星期五 这一天通常标志着圣诞购物期的正式开始 也是商家最为看重最繁忙的日子之一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有多少观众打对了呢 有35%的观众打对了这道题 这个节日就是国内的现在小伙伴们 其实现在也了解起来了 因为2017年的时候 中国也有许多店家进行了黑五的促销 所以国内小伙伴也是非常喜爱这个日子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四题 第四题 黑五的前一天是什么日子呢 A 万圣节 B 感恩节 C 复活节 D 圣诞节 黑五对我们广大女同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但是这前一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日子 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日子导致了有我们现在的黑五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感恩节 黑五就是在每年感恩节之后的这一天 感恩节是每年的11月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 好 感恩节 想到感恩节 大家肯定会想到一些关于感恩节的一些习俗 或者有什么特定的食物 比如像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 在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 那黑五那天我们会吃什么呢 不是端午节我们那天我们会吃 不是端午节我在说什么 我在感恩节那天我们大家会吃什么呢 好 我们先看一下有多少观众答对了这道题 23%的观众答对了这道题 这个感恩节和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在这一天 即使在很远很远的远方的亲人们 也会在这一天选择回家与家人团聚 与大家一起吃上一个团圆饭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五题 第五题 黑五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呢 A 美国 B 法国 C 德国 D 中国 我们特别喜爱的这个黑五最早是被哪个国家所提出来的呢 大家每天都在过这个节日 但大家有去注意到这个节日到底是被哪个国家所起源于哪个国家呢 美国 法国 德国 还是中国呢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 A 美国 因为黑五是在每年的感恩节的后一天 然后感恩节是由我们美国人民所独创 意思是为了感谢上天的给予 以及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有多少观众打对了呢 有30%的观众打对了这道题 那大家知道这一天我们是为什么要去要有这个黑五的节日呢 其实就是因为11月第四个星期四啊 后面开业这一天通常人们由此开始盛大的圣诞节的大采购 有很多店家就会因为有顾客更多的人进来 然后就是说那个时候更近 就是能赚到钱 就本来是亏损的情况 在这一天会有很大的缓和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六题 第六题 感恩节道传统主菜是什么呢 A 牛排 B 烤鱼 C 烤乳猪 D 火鸡 A 这道题 我大家是不是又有印象了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到中国啊 我们中国每次特定的节日啊都会吃些特定的食物 那就刚刚过去不久的冬至 冬至吃什么大家都知道吧 当然是吃饺子了 大家都有没有吃饺子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第 火鸡 火鸡是感恩节的传统主菜 通常是把火鸡的肚子塞上各种调料 以及拌好的食品 然后整只烤出 由男主人用刀切成薄片 并由女主人分送给大家 通常的配菜有肉汁 薯 薯番 以及一些蔓越莓果酱 甜玉米 以及各种的蔬菜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有多少观众答对了呢 有33%的观众答对了 大家知道这一天为什么吃火鸡吗 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这个语言语啊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这个故事有点长 我就在这里不多说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七题 第七题 传统上用不同的颜色的墨水来记账 黑色表示有盈利 那么下面哪一个颜色表示亏损呢 A红色 B绿色 C黄色 D紫色 说到记账啊 我是没有这个习惯 但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或者说背台词的时候啊 我会用有颜色的笔啊 来记录一下有重点的地方 比如说我需要重点记住这个地方 我会拿有颜色的笔来标记一下 那我觉得记账应该也是这个原理 那大家都会觉得是用哪个颜色来表示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A红色 A红色啊表示亏损及赤字 黑色呢则为盈利 所以啊这个星期五啊 又叫做黑色星期五 就是用这一天过后的营业额啊 来由负转正 由红字转为黑字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黑五的一个叫法的原来啊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道题 有多少观众答对了呢 有48%的观众答对了这道题 大家以后啊如果再遇到 就是如果有这个记账这个打算 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用红色来记 就像这种方法来记账 大家可以以后再看自己的这个账本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大家知道条列也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嗯我呢经常也就是用红色来标注一下 我特别喜欢的一些句子啊和一些诗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八题 第八题以下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感恩节呢 A 巴西 B 美国 C 法国 D 希腊 感恩节啊是西方的节日 嗯我们中国呢是没有这个节日了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啊 我们中国人现在现在也很过很多西方的节日 比如说圣诞节啊情人节啊 我们现在也都在过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嗯到底是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感恩节 我们来看一下 是答案 C 法国 哎法国说啊感恩节和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感恩节啊是我们美国人首创的节日 与美国的历史啊有很大的关系 法国与感恩 法国人和感恩节可以说是完全的绝缘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有多少观众答对了呢 有51%的观众答对了好 我们的第八题已经超过一半的观众都答对了这道题 美国和巴西的感恩节啊是在每年的11月第四个星期四 古希腊呢也是有自己的感恩节 所以这里啊只有法国没有自己的感恩节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本期的最后一道题 第九题 感恩节的来源于下列纳苏船舶有关呢 A 五月花号 B 哥伦布号 C 麦哲伦号 D 泰坦尼克号 A 这里我想问一下啊 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端午节的由来吗 其实啊这是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五月花号 A 1620年五月花号 在满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到达美洲 当年冬天啊不少人饥寒交迫染病身亡 在印第安的帮助下啊 新移民学会了狩猎种植玉米南瓜 并在来年丰收的日子啊 欢庆并邀请了印第安人一同来感谢上帝的赐予 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有多少观众打对了 有72%的观众打对了 哇 已经有72%的观众都打对了 非常非常的棒 我这里看到有人选了 有12%的观众选择了泰坦尼克号 大家应该知道泰坦尼克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观众赢得了我们的奖金 有512个人赢得了我们本期的奖金 可以平分我们本期的奖金500欧元 恭喜大家 好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钟 与大家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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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